那么后天又快乐 大后天又悲伤 假如把时间再拉紧 拉近一点 就是一会儿笑 一会儿哭 你一分钟前再笑 一分钟前又是哭 再拉近一点 就变成哭笑不得 笑比哭还难看 笑起来的时候比哭还难看 这个叫哭笑不得 再更拉近一点 你的心灵完全混乱 完全矛盾 没有办法排前你的心 这个时候就要飞夜堵剑我 首先先欢迎四连月金刚上师 欢迎上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连生活佛过三天是圣诞 那在节目当中 他等于是我们的主角 跟大家与缘分很深 那今天就请上师来给我们 这个好好的结个缘 那么连生活佛 其实呢 他在26岁以前 他是基督徒 并且还是主日学的老师 但是26岁那一年呢 逢到了瑶慈金木 这个因缘 为连生活佛开了天宴 于是呢 他从此就明白 他过去世的因缘 以及这一世 要下来撒婆世界 他的使命 所以呢 在这个初始的因缘当中呢 连生活佛呢 是从道法开始起修 那么连生活佛在这一生的修行当中呢 经历了道显跟密教的 这种非常完整的传承 以及修行 那么当然呢 一个成就者 我们看他的成就 我们永远不能忽略 一个成就者的背后 要教导我们的那种 对于求法 对于修行 非常这个永恒的 这个心 这个是我觉得 任何一个成功的人 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 恒心跟毅力 那么连生活佛呢 他从开始 二十几岁开始写作 到今天六十四岁 那么他已经呢 在毕生当中完成了两百多本的文集 还有非常多的开示 那么连生活佛 他是一个成就者 所以呢 在他这一世的传法里面呢 我们归一连生活佛 我们第一个所辞送的咒语 就是连生活佛的心咒 这个就是咒语的加持 还有呢 连生活佛 从自心流露出来的一部经典 真佛经 真佛经呢 是叙述到这个连生活佛的净土 马赫双连池 所有莲花童子 及一切净土的圣境 那么连生活佛本身清正的净土 马赫双连池 是在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 长极光净土 佛眼佛目 所化现的双连池 所以在临终光怀的 这个很庞大而尊贵的法教里面呢 连生活佛提到三力的救度 三种力量的救度 我们一般在佛教界 我们都知道 两种力量 是我们未来往生很重要的资粮 一个就是自力 一个就是他力 自力就是自己修行 所开启出来的自信的力量 而他力呢 就是佛菩萨引领的 一种非常尊贵的接引力 但是呢 还有一个在连生活佛的誓愿里面 所化现出来的净土 就是非常重要的净土的力量 马赫双连池 连生活佛说 这是他的大悲 大愿 以及永远不舍一个众生 的这种大愿当中 所化现的净土 所以今天我们归依连生活佛 是非常有福分的 因为我们的归依不是这一世的归依 当我们一旦归依 我们跟连生活佛 生生四世之间呢 就产生了非常非常亲密的法源 这个法源将带领我们从此案到彼岸 走向我们心灵的净土 以及法界的净土 都说到归依是人生的大事 很重要的 要认一个老师 对 那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对于活佛的这个介绍呢 可能也是比较浅显的 是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连生活佛 我们在节目当中 今天大家只要打电话进来 就会免费的送给大家 水中倒影看医生 让我们更贴近的认识活佛 同时呢 为了庆祝连生活佛的圣诞 也要送给大家 真佛经的唱颂版 如果您想要的话呢 打电话进来就免费的送给您 这个经呢 跟着他的唱颂呢 可以加持回向 这个回向活佛 回向自己的父母 可以回向自己也可以 请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 免费送给大家 节目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 世联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也非常感恩 所有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红光大成就 阿弥陀佛